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石潮聚焦 早晨看东西,看到一消息在推特上拿出来 昨天23号,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 犹太人的所罗门圣殿的遗址,枯墙 大概这么大一块石头 他说有100公斤的,从枯墙上脱落掉下来 砸下来的 他没砸死人,我看他是一个木台阶 因为他应该是搭着那种平台了 枯墙就是一堵墙嘛 当时他的圣殿的遗址,只剩一堵墙了 他报道,美联社报道说,在当时有一个妇女在边上 那是一个公共祷告区 有道理相信当初 应该是川普到以色列访问的时候 他也去过那地方 所以就那一堵墙 这个石头砸下来的时候,没有砸着这个妇女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耶路撒冷的市长说 这是件很神奇的事情 他在推特上有视频 他那块石头是在墙里面镶着的一块石头 他不是在墙的,比如说在墙头上 墙的表面上,他不是 他在墙里面镶着的整个石头当中的一块石头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 就是当时给我的感觉很奇怪 那人要不给他抠出来 我这儿我们能解释 人要不给他抠出来 他怎么会自己能够脱落出来呢 解释不通的 因为他里面近身 那块石头的重心是在里面 他墙是平面 我给大家贴张图 如果我能找到那个 如果我能找到那个跌落的石头图呢 也给大家贴上 23号 我们知道这个星期五 27号 是索罗门圣殿被摧毁的纪念日 有期节目跟大家介绍了 索罗门圣殿两次被摧毁过 一次是在 他建筑的时间是公元前 一千不到一千一百年 然后大概在公元前 后来在公元前五百多年的时候 被毁掉 然后重新建起来 结果到了公元后七十年左右 再次被毁掉 第二次被毁掉 是被 罗马人毁的 第一次被毁掉 是被什么 忘了 给我感觉就是 当时的 应该巴哈 巴哈 巴格达那一带的 忘了 到嘴边说不出来了 所以他两次被毁掉 那现在的枯墙呢 应该是在罗马人毁掉之后 留下来两千多年 那当初这堵墙 跟最一开始 它三千年前 索罗门王建造的时候 有多大关系 我没有查过太详细的资料 但在犹太人的心目中 圣殿将第三次被建起来 圣殿将第三次被建起来 而他们认为 在第三次被建起来的时间呢 应该是弥撒亚出现 出现的时候 那这一次 在这个星期五 将是圣殿被摧毁的纪念日 对犹太人而言 是一个非常盛大的节日 那当初犹太人的圣殿被摧毁呢 应该对犹太人而言 是一种灾难 对吧 是一种灾难 而同时将应对着 本世纪最延续时间 最长的一次 月全时 我都跟大家解释过 所以在这么一个日子的背景之下 他突然在圣殿中 这个一块石头落下来 耶路撒冷的人 耶路撒冷市长把他称为神奇的事情 我也感觉很神奇的 我理解不了什么 但是呢 当初是 当初就是这个殿被摧毁的日子 那被摧毁的日子 不就是墙倒塌的日子吗 那在墙倒塌的日子里面 有一块石头落下来 那你说算不算是一种神的存在的提示呢 这是事实 这已经发生了 那这个星期五将发生这种事情 对吧 他就应对上 我们讲的只是面对客观发生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那神存在不存在 那什么力量造成了这块石头落下来 而石头的跌落 却跟三千年前 两千多年前 两千多年前神殿被摧毁的概念是一样的 石头损落了 那殿堂塌了 对吧 殿堂塌了 而值得思考 它到底对应着什么 而你让我说 我只能说 在犹太人悲痛的日子里面 让我们看到神的存在的一种力量 它不仅仅是一种力量 而是一种生命的真实 真实 定于一尊 习近平自己说的 那在这个栗战书那么高调的推出来之后 没有人跟随 没有人跟随 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 只能叫非常诡异的现实出现了 除了公安部长赵乐际跟进 其他人都处于观望状态 那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过去的时间里 在中共的主要的宣传媒体中 习近平的名字神隐神仙 隐的时候一点都看不着 出现的时候突然到处都是 突然到处都是 昨天习近平在南非 习近平同赛内加尔 习近平抵达 达克尔 习近平会见阿联酋 阿布扎比 习近平在卢旺达签署文件 卢旺达总统说 习近平是一位 令人印象深刻的领袖 都打的是习近平 没说习近平主席 所有的头衔都去掉了 所有的头衔都去掉了 那对个人的推崇结束 对个人的推崇 象征着他的权力的 一切权力的象征 全都没有了 习近平总书记 那习近平主席 这都是他的权力象征 戴官衔就是权力象征 那习近平回归了一个普通的人 就叫习近平 可是从十九大之后 推崇到今天 他的权力的一切都消失了 为什么 为什么 所以我跟大家说 叫打着红旗反红旗 那他现在 打着红旗反红旗 只要反掉他自己的权力象征 就是一种反红旗的概念 你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这个差度太大 但是大家的评论呢 也都说不太可能他失去权力 所以很矛盾的 而栗战书提出来的 习近平定义 欲尊的说法 还是延续过去的概念 还是延续过去的概念 那如果是延续过去的概念的话 而习近平的头衔消失 如果是习近平自己提出来的 那也就变成了 栗战书在这件事情上显得很愚衷 很愚衷啊 他在把握事情上 把握不好 把握不好 有点像蔡奇 但是呢 他提出定义欲尊的时候呢 这句话是习近平说过的 也就变成了栗战书很可能是 在跟随的过程中有问题 我做节目有时候抓耳头 昨天有个朋友说 你那是假耳头 我这是个假耳头 什么样的人都有 是个假耳头 那栗战书在我眼睛里 有点愚笨 定义欲尊 他一定是在当时的环境下 在他的官位中 他知道有人在挑战习近平 这是我跟大家提到过 这个 这个 华国锋那件事情的出现 我相信对栗战书很警惕 那中央电视台的 习近平的关系而没了 直呼习近平 那中央电视台也不知道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于何处 所以中央电视台推卸责任的概念 让黑衣人露面 换稿 所以 全世界人作证 不是我中央电视台 给我干嘛 你习近平找我麻烦 跟我没关系 那有道理相信 这样的消息 现在看来 应该出自于习近平个人 但这样的消息出来之后 作为栗战书 不一定被习近平打过招呼 不一定 所以栗战书拿出了定义欲尊 而这句话是从习近平的讲话中 讲 拿过来 但是他未必理解当时习近平的做法 我不认为他完全理解 他还停留在原来的一个氛围中 所以栗战书提出习近平的定义欲尊 却无人跟进 是跟栗战书个人的做法有关 恐怕是他没有跟上习近平 而不是其他的原因 而其他人呢 比较贼 不知道习老板在干嘛 所以就进关了 他不能乱跟了 而他当他不乱跟的时候 其实我以为这是有原因的 7月3号习近平讲话 7月12号丁薛祥表态 16号政法委秘书长表态 17号栗战书表态 18号公安部长表态 19号到后面没人说话了 没人说话 所以这里面我以为牵扯到某种原因 7月3号表态 当时还没破墨 当时只是王健死了 对吧 所以丁薛祥 政法委 公安部长 我以为他们在跟随当中 他们在跟随当中有状况 我个人以为有状况 习近平定义一尊 被冷 被冷冻 个个过关 却没人吭声 连蔡奇跟李鸿忠 都哑伙了 是 所以这是我以为 这是上面出状况 只不过呢 大家有些混乱 陈维健 这是一个媒体人 陈维健认为呢 北京市委下达通知 消除一个星期之内 去掉习近平和十九大的口号 他认为党内在对习近平降温 低调外访 造成假象 习近平本人被迫接受 那栗战书定义一尊 能否持续下去呢 看双方交锋的结果 不是 我认为不是 在党的系统中 没有能力能够抗争他 在党的正常系统中 没有能力抗争他 唯一能够做到就是暗杀他 就像我昨天说的 他的贴身保镖换人了 那是有 那是表明 他惧怕暗杀他 他的专机 如果有战斗机保护的话 怕有人暗杀他 导弹袭击他 边上他有其他的战斗机了 那别的飞机死了 他可以保住他吗 就这么点事 所以他真正 真正能够推翻他是暗杀他 而不是党的权力系统中 按照党的组织结构去推翻他 没有能力 已经失去了那个机会 胡平 没有几个人喝彩 但没有人敢喝倒彩 他说李鸿忠跟蔡奇也没忽悠 有点不合常理 所以李鸿忠和蔡奇是拍马屁的 比较精干的人 所以在他们角度来讲 他们很可能品出这是习近平 他们很可能知道这是习近平自己的做法 当时习近平自己做法的时候 他不烂根的 对吧 他不会跟着栗战书做的 他会跟着习近平做的 他会跟着习近平做的 喊习喝心的时候 他们捧场 大部分安兵不动 而这就像唱戏 有人喝彩 有但没人敢喝倒彩 大多数人只是看 各级官员对习近平搞这一趟 不买账不喜欢 但没人敢公开表达 那这是一个真实的状况 我承认这是真实的状况 所以没人敢表达这是真实状况 那习近平遇到的呢 七月份遇到的事情呢 我刚才说了 他遇到了他权力之外能够控制神秘的力量 在挑战他的权力 这是我相信 所以他七月份遇到都是被动的事情 党内如果没有集体行动的话 再多不满也只能间接表达 是 胡平 中共体制黑箱作业 我们外边很 能够明白无误看到内部的 斗争的话 那基本都结束了 正在进行的过程中 我们不会看太多清楚 蛛丝马迹 所以这是中共 凡是间接表达出来的问题呢 可以看到内部的斗争的过程 斗争的过程 他说一般性的分析是指一种明显的现象 比如说习近平上台选择性反腐 那引发官场很多人不满 吴小晖的被处理 法律上说得通 但对邓家的生意是个打击 所以这是没错的 他在强调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 对习近平的反腐 习近平的反腐已经失去了他的存在意义 他再打下去 已经没有人去为他的反腐而喝彩 而只能是更多的更大的怨恨 我们节目中也是这么评价的 所以对习近平而言 我以为他只能是反红旗 打红旗的阶段结束 他只能反红旗了 只能反红旗了 然后他提到今年北京大学的 范立琴的大字堡事 范立琴大字堡直接反他 但他胡平认为 也不认为背后有后台背景 他是个人行为 他跟社会有关系 他的观点是体制内一部分人 对他的反感 没错 没错 所以我刚才说他只能反红旗了 贸易战引爆了内部的不同看法 党内的分裂程度是 习近平上台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中共体制之下 只要习近平得势 那不可能有公开斗争 只能是蛛丝马迹 不管反对人有多少 如果没有恰当的形式 形成集体行为的话 对他是撼动不了的 没错 所以胡平先生也认为 其实对他撼动不了 他反映出是内部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就取决于习近平个人了 但他承认 习近平的行为承认 暗杀对他的威胁巨大 所以他谨防止暗杀 而他承认暗杀对他的威胁性的大 也来自于王岐山的低调 一直不露面 但说明王岐山的低调 他惧怕暗杀 说明他有一条既定的路在走 他不管不顾 谁都不管 但他有一条既定的路 而这条路 今天走到的过程就走到这步 所有人都不买他的账 那他下一步怎么开始 是否顺 而他的现在走这条步 这步呢 也表现出周围的环境 对他的拒绝性和打击性很大 他如何面对 这都在其中 所以 成目结社的2018 大家有的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